朋友们好 有朋友评论说 收到的蜂蜜和视频中的不一样 客户那边也陆陆续续 收到了同样的问题 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 是一模一样的 是这样的 咱们的蜂蜜是洁净蜜 遇到温度高点的话 它就会慢慢融化 但是不会完全融化 今天阴天不出去干活 咱们就做个小小的实验 让朋友们看得明白 吃得放心 这是温水 测一下看有多少度 盆里的水不到35度 先把空瓶放到盆里 洁净蜜就是这样的 遇到温度高点的话 它就会融化 融化的有点慢 一踩过进去它几个能化了 开始慢慢的融化了 融化了 这花的还不太厉害 现在已经可以流动了 朋友们放心 咱们视频中是什么 发出去的就是什么 结晶蜜 预热融化是自然现象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这种口感呢 可以放到温度低的地方 或者是在冰箱冷藏一下 我个人还是喜欢吃这种沙沙的口感 口感太好了 今天没活干 再给叔叔做到拿手菜 做啥拿手菜 山西特色 锅油肉 锅油肉炒面一下 切肉片 放盐 13香 普鸡蛋 淀粉 糊不用太多 轻轻一层就行了 这就行了 放盐 鸡精 蚝油 味极鲜 变粉 再倒点水 热油 把肉片炸一下 肉片炸黄就好了 炒葱花浇沫 炒上放洋葱蒜苔 木耳 水 炒炒 松哲 放点肉片 放点醋 后面焦香味的醋 放调好的菌 出锅前再来点醋 我开饭 我这道菜看着咋样呢 是想喂鸡犬 好看又好吃 看着确实有食欲 来 我今晚这菜必须喝两杯 行吗 行 不喝酒就得喝 就第二回到时候中药做的 往边一看就吃了 真香 肉片撒上用拓火撒 撒出来是嫩点 哦 不要用拓火撒 容易特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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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